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这边你先练基本动作 学会再去玩会比较快的 想出国滑雪无需教练 也能唱滑无主 业者引进这台滑雪机 模拟雪地现化 拨度速度都能调 雪机上面它虽然有速度 但是它不会有一种下坠的感觉 所以其实到雪场 其实是要去克服一下那种 下冲的感觉 但以动作来说的话 都是百分之九十九一样 还有业者引进滑雪模拟机 眼前的七点三米大萤幕 就是雪景 林敬彦 老手都能来提升训练 但没要出国 想体验冰封世界 这边也可以 现在不知道去哪边玩耍吗 即不妨来到这个市内的滑冰场 来滑滑冰 但如果像我这个初学者来说 其实如果你只要站稳度摔倒的话 你就要现在长篇练续至少超过十五分钟 穿梭人群享受急速快感 进入园区打造室内溜冰场 独打免带装备 零元就能溜 免出国不用上高山 台北市也能堆雪人 园区打造冰上电玩世界 年节也能亲子同乐 相信各位周关于 邦封文贵真奇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